不交空性或不交空性 这都没有差别 因为众生性它本身就是清净的 就是空性的 所以我们称这一部分叫做根的智慧佛罗蜜 也可以说一切众生的基础根基 以及一切佛的基础与根基 所以什么是这根的智慧佛罗蜜呢 也就是照见五蕴皆空 五蕴就是五种运质 也就是色受想行事 所以现象有非常的多 但如果我们将它分类的话呢 可以分成这五大类 所谓的色呢 也就是那些取决于或有关于各种粒子组成的一些现象 色相 所以相对于我们自己的五根 也就是眼耳 鼻舌 身这五根之外呢 就有外在的五境 也就是这色受想行事 外在的五境 而在剩下的另外的四蕴呢 它是属于心的部分 更加关系 它跟我们的感受以及念头是有关联的 所以我也会 之后会教导 所以总之呢 这个五蕴在藏文里面 它说叫做自信空 你也可以说呢 它是真实的自信空 因为 比如说像明旧仁波切 比如说像明旧仁波切 明旧 我有很多名字 Lunju 明旧 天竞 我不知道 所以我其实有很多名字 你可以叫我是Lunju 或者是明旧 天竞 或者我们用明旧好了 I have five aggregates 我有这五蕴 是不是呢 and these five aggregates together and I call me 当这五蕴集合起来时 我给它一个名称叫做我 明旧 明旧 then same as you also 你也是同样的 you have five aggregates and all combination together then you have you get many different names 当它集合起来时 你就得 你有给它很多的名称 what are your name 你们叫什么名字呢 you can say your name doesn't matter so 你可以说你的名字 大家 you tell me you叫什么名字 you may have name 是 你的 mind thinks 所以我们的心他认为苏利华这个人他是恒常的,是唯一的,是独立的。 但是这完全是空性的相反,因为他变成是一个自信的,就是说本来就真实存有了。 我们是这么去想的,对我们自己,或者认为这张桌子。 你们能够认识到这点吗? 你们有这三种执着吗? 要没有? 怎么说? 也许我应该给各位一个简略的介绍。 首先我要问你们问题。 苏利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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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昨天有吃午餐吗? 有。 有。 OK。 大家? 大家呢? 有? 有。 嗯, 这就是执着常。 这就是执着常。 各位明白吗?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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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说? 嗯? yesterday is gone. 嗯? 昨天已经过去了。 昨天已经过去了。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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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利华。 你怎么想呢? 我想。 不吃的话没有办法精进,没有办法学佛法。 他说不吃的话没有办法精进,没有办法学佛法。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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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我问你一个问题。 因为我告诉你, 我昨天吃午餐, 那是荷利华。 那我刚刚问你们说, 你们昨天吃了午餐吗? 而这样子的, 我吃了的这个回答呢, 就是执着常。 那么, 于是呢, 我这样讲了, 我问了各位为什么之后呢? 那么, 于是, 就有很多人就有一些想法。 有些人才说, 对不对? 应该说, 有些人才说, 昨天已经过去了。 对不对? 那意思是, 昨天的苏丽华已经过去了。 对不对? 那表示, 昨天的苏丽华已经过去了。 对不对? 但我不知道苏丽华同不同意。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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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OK, OK. Yeah. According to relative reality, you can say, it's gone. 所以说呢, 在这个世俗地来说, 你可以说呢, 它已经过去了。 因为是无常的。 Do you understand impermanent? 各位明白无常吗? 就是在改变。 就是分秒地在改变。 所以我们会变老。 所以整个房子会变老。 所以整个宇宙也会变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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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昨天的明旧仁华也不在这里。 所以昨天的明旧仁华也不在这里。 这是一个相续的。 例如, 电扇转得很快时, 电扇的中心点好像是停在那里。 但事实上呢, 它从不停在一个地方。 它是一直在动着的。 但因为它们向同一个方向运动, 同样的形状, 同样的颜色。 所以你感觉呢, 这个电扇的中心好像是停止的。 但事实上是在改变着。 所以你想昨天的我在这里。 昨天的我和今天的我是一样的。 这么想其实是不对的。 所以你会想我三岁的时候去上学。 在台湾三岁就去上学吗? 有。 有。 或者是五岁吧。 五岁去上学吗? 什么时候上学? 六。 七。 七岁。 所以你会说, 当我七岁的时候我去上学。 对不对? 你现在已经不是跟你七岁是一样的了。 对不对? 要不然你应该这么矮。 要不然你应该这么矮。 妈咪。 爸爸。 爸爸,妈妈。 现在已经不在了。 那些都已经不在了。 为什么呢? 是无常的。 也许父母现在还在了。 或是他们已经不在了。 第二种执着呢? 是执着它是唯一的。 或者也许别人你要提供你的名字吗? 苏丽华。 可能苏丽华会觉得很吵。 因为一直都在用她的名字。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 我们福建人、广东人都有一个慈悲的习惯。 初一十五、初二十六,会在门口点一支香。 这一支香,点在上面呢,供养一皇大帝诸神。 点在下面的,哦,布施给好兄弟孤魂野鬼。 所以希望各位把这样,这么优良的传统的佛教习惯, 继续努力做下去。 每天晚上,至少点一支香,放在树下门口,给那些可怜的众生。 你愿意再点一盏灯,让他看到极乐世界,那更是庄严。 你愿意布施一杯水,又放在旁边,那更是慈悲。 如果能够每天都这样慈悲。 你会发觉,你生命改变了,你心灵改变了,世界也跟着改变了。 愿各位经常慈悲应供,慈悲事实。 阿弥陀佛。 愿我生生世世,奉行善法。 愿我生生世世,奉行离他。 愿我生生世世,像佛陀一样。 我生世世,奉行不忘。 总是不提醒 一语痴承 长语执着脚 顶礼尊敬者 是无上之吉祥 住在何时处 往昔曾行山 情有心正当 是无上之吉祥 剥削记忆情 山手朱节律 难言千山边 树上之吉祥 仰情爱奇恶 梦生不上眼 总是真知也 是无上之吉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缆车在厚厚的云海中穿行而过 下说到登天台 还有高耸直入云霄的 一千五百阶天梯要爬 真令人望之却不 不过九华山的俗艳说 不到天台等于没来 上一趟天台寺 是虔诚心、信心 加上体力的大考验哦 天台峰顶位于海拔一千三百零六米 又名为天台正顶 群风罗列齐下 是观九华山全景的好去处 山峰间云海茫茫 古次里烟阴鸟鸟 法界虚空连成一片 佛国与苏婆世界不断视线着 缘起如幻 等待着我们以清静心去明辨真位 古拜金台 古拜金台位于天台峰下 相传金地藏曾在此处拜诵华严经 徒众因此闻风来朝 就连山上的飞禽走兽 也都来听他讲经说法 殿内至今保存着一方岩石 上面有明显的脚印凹痕 是经地藏当年拜金的足印 弥足珍贵地从唐代遗留至今 是深切期盼着地藏菩萨保佑与加持者 前程礼拜一堵圣机绝不想错过之地 攀上岭边云霞登峰造极 目镜万里 天台四千银壁上石刻着七金大字 非人间 四门前拱形桥上的横梁 也稀有中天世界四字 由于历代苦心经营天台 而造就了今日远离红尘 湛然长急的九花山佛顶 大波若经上说 一切法无所有 必尽空不可得 佛国里的诸佛菩萨 慈世着迷糊在颠倒五欲中的众生们 阴阴大怨逝度 不远千里而来的有缘人 是借助佛教书行的机会 可能是一个人 就是找遍念头 你的念头圆满 世界就能在里面 这个人正在联系 可能是你一个念头圆满 或者他念阿弥陀佛 他就得到阿弥陀佛的价值 不流行 不过 这个人太往生了 他可能会杀比一宗 但是你有一个圆满的心 回头念阿弥陀佛 他就变成阿弥陀佛 所以回到你们讲的 心可以在面前冲上去 但是千万不要为这个 假的世界影响到我们的心 佛国上有点爱 有点爱的心 还敢走 所以呢 我们当然时间是假的 我们不要为这个假的时间 碰到我们的真心 我们的真心就是我们的佛性 菩提心 要有一个境界的概念 所以我想我们能够从佛性 你心变了 所以你换两面 所以以众生的从佛 然后我们通过方圣 和事实 各种功德 这些都是个助缘 透过这个助缘 我们比较容易生气 信心 满信心 当然也不能给到中国的加持 所以简单的说 我们修行就是 一切维性到时候 来自这个心变成一个圆满的问题性 会对的问题性 那个时候呢 你就会改变世界 所以我们与同佛可以改变世界 释迦不改变世界 同样一个人活到九十九岁 而不是我们中国人来过来的 经常学 改变的世界 改变中国人 无论什么 因为他的世界 在永远的胸口 永远的胸口 永远的胸口 那肉体随着死 我们看都看不到 甚至来可以去绕他 还有去说 师父 等等金教学 肉体在里面 我说你不会挖开他 因为你们相信 这是你最大的麻烦 你要相信 金教学 不是用肉体 就是众生的 金教学 是用武当 杀的这种本月精神的独华 你不要是说 有没有他的肉体 就算真的放在你的肉体 在那边搞不好 还是骗你的人 为什么 因为你们信不相信 真的在那里面 学会没有 所以我想 在这一点 一定要 要有绝对的 信息 灰心 不要被禁忌出 所以你看到 胖胖外 不好的事情 在过五分钟 有人要把你抓去 放在我手上 烧死 比如说你一心 会很痛 你怎么办 那时候你烧的时候 很痛到老板家 而且不想 哼 但是在我空中 不要被烧死 我现在看见你心 大作法 我妈你给你 我平常都在做一颗 两个人千日 又不在一起 今天化我做一颗后 我的身体 还来供养祖父 化我会教育 要来下死众生 那时候 你也这么化你 被灭过而死 而痛而死 那个时候 你已经不感觉到痛 因为你的悲血 冲破你身体的感觉 但是你不要说 这种事情 不会发生在我身上 我们以前 在印尼的差一点发生 前面推后面 差一点 前面那个推都活了 把他弄在我身上 这种事情会发生 所以我想 看自己怎么起来 所以要有人 担活之魂 就像我们法派经一样 所以你这样来供养祖父 因为他的动机 动机是供养祖父 所以我想 我们必须要够存在这种 心灵 我妈的美女 阿弥陀佛 地上王佛上 很虔诚 他不能说 背叛记录一下爱跟交叉 那就是我们修行的重点 所以我要坚强一下变化 在念佛三叻 地上剑三叻 我妈的美女三叻 很认真的融入 让世界变化了什么 以新型的变化 以移动心态来改变的世界 好 这个车快撞下去了 就火烧起来了 有人坐在房间 眼光是火居然灭掉了 你居然想到 因为你的心念 是救了多少 我想每一份佛 并不是用它 肉体度众生 肉体是一个方便的处理 让我们欢喜神奇信心 还有我们的法身规定 就是这个空心大背心 一个圆断的普提心 在度众生 所以 地上王佛下 要严定地上王佛上 因为地上王佛上 在不生不灭的 永恒的大背景 所以他要严定地上王佛上 如果让众生常受病 能够让救人解放 才脱离生 所以 有地上王佛下 圆满的生态 所以晚上我们 做了这么多仪归 念啊 说法 放生啊 无私啊 最主要就是啊 能够训练我们这个心 身为一个圆满的状态 没有缺点 充满的优点 没有恨 充满的爱 啊 你第一次在他见面 你要表达对方的感恩 光怀 回向你啊 哪一件事 都会不断地训练 百岁公 百岁公位于九华山的摩空岭 因地势高峻 又建在山壁之上 最初被称为摘兴庵 庙内供奉着无侠和尚肉身 当时活到一百二十六岁才原籍 故寺庙得名百岁公 又名万年禅寺 看 大雄宝殿的殿门 至今仍挂着北洋大总统黎元洪写的海饼 清四百岁公 护博万年寺 庙内千佛今生 大放光明 庄严殊胜 庙外 无论是去小寺院飞来观音风礼拜 或是举一条百岁全的百年甘露 总令人流连驻足不忍离去 明朝一位二十六岁僧人 名为海玉 自无瑕 从五台山云游到九华山参禅学佛 并发现了一个藏身石洞 从此 基石野果山泉 隔绝成世 为至今最古老的一尊肉身菩萨 无瑕老和尚于八十四岁起 费时二十八年 以舍血条金粉 公书大方广佛华言经 四十二万字 至今血经保存完好 成为国家文物一级宝物 其他如肉身的首饰高提 百岁公的百岁碗 都是流传不习 派制人口的传奇故事 深信他的法力长存 佛力五边 走进知苦断棘之门 看看班座堂内超凡入圣的四面观音和五百罗汉 如何具足身相 清净圆满 而深刻理解华言经所说的 心 佛 众生三无差别 海兽游出叭 永远叭 大方广佛 小方广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